大家好,这里是香葱你我他 在我们村里有一处老宅 据说在抗日时期 日本鬼子曾经在这住过 咱今天去里面看一下 看这个小鬼子在里面有没有什么留下的东西 走吧 是不是地洞啊 还有水在里面 这有双鞋 这是不是那个日本鬼子那个中鞋啊 我看有点像 这还是牛皮的 是吧 下面还有这个铁掌 那个 鬼子 老百姓可能不穿这些 是吧 里边看看 哎呀 不是一条石吧 水滚 上面有个口这个木箱 这是不是那个 装泡蛋的 蛋药箱啊 这个老物件啊 你看 上面这个拉手都是这个 铜的上面都有雕花 这个是铜的吧 看这边也有一个 这边是什么呀 哎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鬼子留下的这个银缘 没想到里面真有保卫啊 咱给人家先放里面吧 这边有把刀 这边有把刀 这把剑 哎呀这个剑翘了 这边有一个楼梯 这边有一个楼梯 上去看看吧 哎呀啊 这什么呀 这从哪儿掉下来的 这又一个锦啊 在哪里有一个库 那里有一个刀 前楼什么 看有没有了 这是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呀 赶紧去上面看了 上面有宝贝 快看 什么稀罕东西 来来来看看 这还有个洞 看到的下面是什么 这不是炸刀吧 这有好几个这个 把罐 这是什么呀 瓶子 应该是装的这个化学东西吧 别乱动 有毒 这有东西 这是什么宝贝呀 打开看看 嗯 这什么呀 这个什么武器 是什么刑具不是这个 有网友认识这个东西的没有 里面的东西还真不少 这个东西更奇怪 更奇怪 让专家看看 从来没见过 让专家看看 拿吧 还给它装里面 这是什么呀 有朋友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了没有 里面黑不溶洞了 什么也看不清 走吧 咱还是赶紧出去吧 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小 鬼子留着的东西还真不少 你看这几个墙都是从前的古董 宝贝了 这个上面写着前龙什么宝 这个上面有一条龙 应该是赢的吧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还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更稀干 肯定是这个刑具 好像是把这两个手是不是就套里边了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应该是那个从前那个刑具 是不是那个人的那个活脂肪这 一生这个一亚 应该是这个东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吧 视频前的朋友有对这几件东西了解的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讨论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